我叫辛直磊 在戏里面饰演的角色叫金玉妍 他是东北女孩 确实是性格很大的女孩 非常好 因为在戏里面 他不是后宫第一美吗 然后我们就说 后宫第一美 然后他就特别可爱的那种表情 我是一个现场容易兴奋的人 那五十斤 这个帽子 六二十斤 比我的神 超过你 容易过于兴奋 开始 有神 有神 我真可 哎呀我的腿呀 哎呀我的腿 哎呀我的腿骨折了 歹了一下 拍戏这些都是很正常的事 什么事的 撇了一下 难免就是你在戏里面 不注意会磕一下碰一下 我觉得是很正常的事 尼泽是一个挺直接的一个女生 然后她很敬严 她是里面被我打得最惨的演员 打巴掌 还有踢她 踹她 当时对她都是来真的 说实话 这个效果是好的 皇上也知道 她拍了这么多年戏 她是一个很有经验的人 并没有那么疼 因为她有方法 皇上打人的时候 她知道自己的方法 你怎么没把皇上起来 这个没用 我觉得因为静言其实是 就非常有心机 而且比较强势的女人 她很能看出别人的欲望 别人的一些弱点 所以她就去利用这些 一步一步地去达成她自己的愿望 如今想与皇后娘娘奋停抗礼 也说不准啊 金玉岩就藏得很深 以至于说 其实朗华也被金玉岩蒙蔽了 皇上还放毒付出 其实朗华和高熙月 也算是牺牲品啊 这就是去陷害别人 让你去你就去 什么事都不要过于执着 就是你太执着这些东西 就容易身陷其中迷失自己 拿去与白瑞基的饭菜里添点吧 这些宫里的妃子们都开始排斥她 能感受到她在那个地方 被孤立的那种感觉 一直到最后 她发现世子背叛了她 她是整个人是绝望的 她觉得她很爱这个人 为了这个人 什么都可以做 结果到最后来都像个笑话 自己像个傻子一样 为了这么一个凉薄的人 赔上一辈子 不值得吧 我真的是有的时候 自己在外面哭着哭着 自己都会难受的 自己觉得就被这个角色带动进去了 你理解她 就自然的就是那样 我觉得金元是一个表面挺厉害的那样一个人 但是她心里头非常脆弱 最后的时候我爱上了这个人 我觉得她挺可怜的 如果真的有来事 你一定不要再过这样的人事 她不是被人害死 是她自己去结束的 我觉得她还是一个挺有自己不戏的一个人 是她的 我不能忍着我